大家好 这里是大叔说话 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买了一个小的花瓶 不知道应该怎么插 今天早上我去找试看了看 没有尺度完全一样 大概起买了两个花瓶 道理差不多 这个10厘米比它矮了2厘米 这可能是14厘米比它高了2厘米 它应该在12厘米左右 平口2厘米 现在主要有两种花 它只要种了一个是玫瑰 还有一个是小菊 咱们今天试一下 这个小瓶 插一只玫瑰怎么插法 你就可以插一只玫瑰插在这个口上 然后甩一只叶子 如果没有叶子没关系 你不是自己种的玫瑰吗 你可以找一个玫瑰的花蕾 就是没开的那个花蕾 可以剪一只当线条用 就一只玫瑰甩一个线条 就可以了 我这个没有叶子 你就稍微加一点叶子 就一只玫瑰一个线条拉出来就可以了 这是一只玫瑰的插法 咱们还是一下三只玫瑰的 看这就是一个三只玫瑰的插法 这里边你只要选一个最高的 最低的 最高那是多高呢 就是平口加上平高的两倍 这最高不要超过这个 你只12厘米高 2厘米的平口14厘米 就是这只最高最多是28 就是28厘米 可以稍微低一点 比如说1.520或者25这样都可以 第一只最高在这 最低的一只在平口的位置 卡在平口的位置 卡在平口的位置 你中间这只 中间这第三只 应该是在最高跟最低的中间 往下一点 就是偏下一点 就是偏下一点 这个位置 就是最高跟最低的偏下一点 然后按三个角度插 就可以 因为我这个玫瑰没叶子 如果一会收一个浏览叶子就好看了 所以说玫瑰基本上就是这个插法 如果是小菊呢 小菊有个问题了 小菊的问题是 因为它全是这种 我只有这种小菊 你就可以把这个小菊 弄成一个一个的小枝 就一个一个的小枝 剪成一个一个的小枝 封面 很简单 就一个小菁 这里面 不尽 有了 有了 好 好 你可以用小橘插成一个类似于一个球形的东西 但它的问题是你为什么举的不好插呢 因为小橘你可能就是你可能觉得这一只小橘 它支支支支支支的比较多 咱们得想办法把它给它剪了 剪的合适 看啊 它把它剪成一小只一小只的插在里边 它慢慢慢慢的形成一个球 形成一个花球 就可以了 如果这样的话你觉得这个 如果你说剪完了这一只太短 那你把这个皮里的水稍微多加一点 我这个皮是十厘米 比你可能矮了两厘米 所以我觉得你看我这差不多 这个都差不多 所以你把这个小橘可以剪成一只一只一小只一小只 最后组成一个花球 就可以了 基本上就这样吧 一个玫瑰一个小橘哈 我没有用任何别的配花 其实 如果能再加点东西可能更好 但是 如果你种的只有这样东西的话 那用这两样就可以了 好 大概就这样 不知道你能看明白吧 好